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十六阿罗汉尼公文》 我应该是第一次给大家传讲 以前在藏传佛教当中 这个祈祷文也可以说是一个祈祷文 也是一种赞颂文 也是一种顶礼文 那么应该说是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个祈祷文 不管是任何教派 大家都非常重视 所以这次传讲的缘起 包括我翻译的缘起 去年在学院的时候 也是有好几个道友跟我说要翻译一下 其实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我也有想法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看到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很多历史 释迦牟尼佛教法 当释迦牟尼佛实现涅槃之前 然后他要求把自己的教法 教给这些十六阿罗汉 然后他们不要入于寂灭顶 然后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当中 让他们安住 一直到他的教法隐末之后 才允许入于涅槃 当时各个大阿罗汉在佛陀面前 也已经承许 也已经答应 这样的原因 所以十六阿罗汉的祈祷文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这次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吧 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因缘 所以我们这次十六阿罗汉的缘起呢 前一段时间我在背景的时候 也是从印度金刚座那边带来的 也是十六阿罗汉的祈祷文 他们能不能让我再次传讲 后来到了云南的时候也是得到了 古宫博物园里面的乾隆皇帝的遗体 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些治疗 通过各种因缘 我也想大家共同祈祷 世界上各个教派的这些高僧大德 愿他们长久住世 长转法论 依靠祈祷十六传阿罗汉 让佛教在世界各个地方遍地开花结果 不断地兴盛 发展 有这么一个发愿 所以我们要发愿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阿罗汉的功德和每一个圣者的这些发心 发愿 如果我们不明白 恐怕发愿也是不一定能很好的圆满 我看到汉地很多的寺院里面都有十八阿罗汉 或者十六阿罗汉 但是有些 说实在有些好像对他们的祈祷 和对他们的顶礼是带有一种不是特别明智的行为 包括我们在藏地各个寺院里面都有十六阿罗汉的壁画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作为一个佛教徒 应该了解佛的最孙者非常重要的六道弟子的世界 同时非佛教徒也应该了解 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并不是带有一种迷信的色彩 应该说也并不是一种传说的神话故事 完全都是有一种非常真实的 确凿的历史依据 现在我们城市里面有个别人 说实在自己心里特别情绪 非常的浮躁 然后只要他自己不能理解的 全部判为说 这是一种传说 这是一种迷信 包括极个别佛教徒 他们也是好像自己 对整个佛教的一些真正的案例 然后有一些历史 并没有兴趣去细致的研究 这样以后只要自己心里稍微有点不温和 或者不适应的东西 全部偏为相当于虚构的虚拟故事 这种说法是相当不合理的 所以我本人也是想跟大家 不管在现场的道友们也好 然后在包括网络上的这些人 对佛教的了解非常的重要 现在很多人正因为 对佛教真理不了解的原因 自己与真理可以说越来越遥远 到最终的话 自己是真正入于一种迷信的企图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听法的时候 也是有这么一个意乐吧 我们刚才也发了《无上的菩提经》 同时我们也通过这次共同学习的 这样短短的一个时间当中 对十六阿罗汉有过重新的理解 然后有了这样理解以后 在以后我们的生命当中 以后的生活当中也知道 他们这些并不是好像一般的一个画家 他是画画而已 其实画画的这种画面背后 有过特别悠久的历史 而且这个悠久的历史 跟现实的生活也好 或者当时佛教真正的佛陀教法注释 有过密切的关系 这些关系不懂的话 就像表面上我们可能只会吃药 但是吃药物背后的配方 来源这些都不明确的话 我们也没有资格判断 这是好或者不好 所以现在我们这次 不管怎么样 大家可能对十几个颂词 可能有二十一个颂词吧 这二十一个颂词 从字面上念的话 很简单的 但是如果我们内容展开说的话 恐怕也比较多的 不管怎么样 凭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跟大家共同 也参考一下其他的一些资料 都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也就是说 提摩十六阿罗汉立功文 那么十六阿罗汉 总共有释迦牟尼佛教法注释的 他们承诺者有十六尊者 当然前面有释迦牟尼佛 还有后面有四大天王 还有达玛大居士 就是这样的话 不达十六阿罗汉 应该是比较多了 主要有十六个阿罗汉 阿罗汉我们平时是 南川佛教里面经常所讲到的 也就是说 小城里面讲到的 叫声闻缘究里面 他所谓的罗汉就要叫处有慧 我们汉文当中叫处有慧的意思 罗汉指的是梵语 如果是藏语的话 也就是说 他摧毁了所有的烦恼缘地 从一些相关的 佛经里面讲 所谓的罗汉有杀贼 还有淫宫 还有无生 他们已经证悟了 无生的境界 他们已经远离了 所谓的烦恼贼 那么世间所有的众生 向他们供养也是可以的 有这么一个甚深的意义 那么这个是 以前特别著名的班智达 就下加显日 他所造的 他所造了以后 每一个偈颂后面 都是有一种礼战 顶礼句 还有按照藏传佛教的一些传统 那么一边念十六七道文 一边做大量的供灯 供花 供水 做物供 让世间的这些高僧大德们注视 让佛法永远兴盛 其实这样我们发愿意念 功德很大 你们可能也听说过吧 现在印度的很多高僧大德 大概半个月 一个月左右 大家都在印度金刚座佛塔面前 每天都从早上到晚上念祈祷文 也有这样的 我们学院 以前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也有很多次共同念诵 当时法王去印度的时候 我们去印度南方 南拙世面 法王在那里讲课 当时我听说旁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观察愿光 你们可能不知道藏传佛教当中 专门有一个愿光 愿光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算命一样 特别准的 然后我有一次 大概是一个黄昏吧 然后我去找一个老年人 然后我问法王注视方面 有没有什么需要念经的 他当时通过愿光的观察说 一定要念个十万还是多少 我这个数量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要念十六阿罗汉理工文 后来到了尼泊尔的时候 我就听了一个很好的藏文 小皮亚小皮亚的那个 然后回到学院以后 学院好像很长的时间当中 为了法王如意宝 长久主持也念了这个经 我们平时可能在汉地以前好像没有听说过 但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这里很多人 口头上经常说 对自己的上师 上下你老人家抢救救世 抢卷法轮 你光是口头上说抢救救世的话 不一定能抢救救世 不如念这样的祈祷文的话 应该说是依靠这些阿罗汉的 无边的神通和加持 还有他们的法缘和一些地势语 能对十方真正的持教大德 他有能力 他的宿命是延长 如果你想在各个地方 佛教一定要让他弘扬 那么经常通过发愿 通过这些圣者的威力来 边缘的地方 佛法不兴盛的地方也是可以 所以现在很多事情 并不是光是心里面想 并不是光是口头上说 一定要有一种方便方法 我们世间当中也是做一个企业 做一个任何项目 就是他光是心里想也不行的 有时候是行动 要这种行动的话 需要一种三桥方便 这个三桥方便 如果你不会做的话 恐怕也不一定能执行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十六尊者阿罗汉的 这样的理公文 十六阿罗汉从汉传佛教来讲 以前佛教进入到汉地 一直后来 包括一些如大成论 这些当中经常有一些 罗后罗等等十六阿罗汉 他有提这个词 但是具体的 哪一个阿罗汉 居住在什么地方 这些并不是很明显的 到了唐朝的时候 唐玄奘翻译法诸记 法诸记实际上是 印度一位大成就者 叫做清幽 重庆的清 清幽尊者 他造的 自从唐僧翻译了那个之后 那么这个里面有明确的 每一个阿罗汉的这些记者 他的住处 眷属 包括他受持的一些收银等等 这些都已经说得很清楚的 到了唐朝末年以后 在汉地特别兴盛 十六阿罗汉 大概在后面的时候 也有十八阿罗汉的说法 十八阿罗汉好像是到了后面的时候 前龙和张家国士 他们讲阿难尊者 不是阿难尊者 家世尊者 家世尊者和弥勒 不带和尚 这两个尊者夹在里面 成为十八阿罗汉也这样的 那么这个跟藏传佛教 实际上也是比较相同的 藏传佛教的话 我们前面的十六阿罗汉就没有什么争论的 只不过是有些名字 他们的一些收银 居住地方 有点不相同而已 其他没有什么的 但是到了后面十七阿罗汉 我们这个里面也有 叫做达玛达居士 就是达玛达尤婆义 这个是藏传佛教里面 十六阿罗汉上面加了一个 还有我看到以前德格 他们造的唐卡里面 也是有汉地的布袋和尚 弥勒菩萨 这个也是加在里面的 这样的话 藏传佛教当中也有十八阿罗汉 就是十八阿罗汉 但是工程的 无论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都说的是十六阿罗汉 还有在汉地 大家都知道 各个寺院里面有五百阿罗汉 其实五百阿罗汉在相关的 《毗拉耶经》 很多经典当中也有记载的 有些学者和现在有些人说 所谓的五百只不过是一种多数而已 实际上不一定有如是的数 但实际上在相关的经典里面看 应该也有五百阿罗汉 很多的经典当中 为什么非要是五百呢 当时的印度对五百作为一个特殊的数字 包括现在世间当中一百作为一个 比如说这个企业家 那个企业家 他们每一次数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 有这样 所以说这些也是比较特殊的数字 也可以这么说的 比如说像以前佛陀的一些经典 还有一些论典 像金律异乡里面 就是说有五百个大言 当时听到了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声音 后来以听法的功德力 他们转生到天界当中去了 后来来到人间的时候 五百个都已经获得虚托幻果位 也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唐宣宗的大唐西游记》里面 也说五百个蝙蝠当时听到了佛法 有人宣说佛法的声音 然后这些蝙蝠也是一直专注地听说 听说后来他们也是变成人 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也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像《大智斗论》 《大智斗论》里面也说 五百个仙人在寂静的地方他们产产 他们打坐的时候 后来有一个什么什么女人唱起歌 然后当时这些仙人叹着声音 从禅定当中退射 我们汉传佛教恐怕有很多很多人 可能看过吧 到寺院里面有些高僧大德 在寺院里面修五百阿罗汉 以前我写《五台善志》的时候 里面也有很多五百阿罗汉的故事 这些都比较多的 而且好像我们原来去过的成都宝光师 宝光师说是295个是康熙皇帝 360个是乾隆皇帝 皇帝也是变成阿罗汉 应该有这样的历史 但具体怎么样呢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不管怎么样 阿罗汉应该是在汉传佛教也好 藏传佛教当中 我们是值得顶礼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 阿罗汉不是特别了不起 他毕竟是一个小城 我就是学密法的 学显宗的 像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有些佛教徒 自己好像在眼里 什么都不惜一骨 觉得自己比阿罗汉的境界还高一样的 这种态度 其实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即使你觉得阿罗汉是小城的话 那么按照经典里面的内容来说 也就是说 阿罗汉至少也是都已经通达了任务 我们对任务我有没有有所证悟 大家都是应该非常清楚 当你遇到任何烦恼 任何痛苦的时候 你不要说任务我的全部 部分的也没有 那个时候自己也是明白 自己内心当中的痛苦 内心当中的挣扎 这些都是应该清楚的 再加上这些 也不一定是争者的小城 他们是以一些菩萨 化为阿罗汉的方式来度化众生的 我们很多人都学过《普敏品》 《普敏品》里面说 为了利益众生 如果能度化众生 观音菩萨实现为佛的形象来度化他们 如果能以佛的身份来利益众生 那么观音菩萨是以佛的形象来度化众生的 如果以菩萨的身份来能利益众生 那么观音菩萨 以菩萨的形象来度化众生 如果以披持佛的方式来能利益众生 那么观音菩萨是以披持佛的形象来 还有如果以声闻 阿罗汉的形象来能利益的话 那么观音菩萨 以阿罗汉的形象来 所以说还有国王 先人 甚至婆罗门 乞丐 比丘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身象来利益众生 这样我们都知道 表面上看这些十六尊者 尤其是汉传佛教到了后来的时候 很多艺术家 很多一些画家 他们把这些阿罗汉描述成 有些看起来好像显得老和尚一样 看起来都是特别 它带有一种异朔化 但真的是不是这样呢 也很难说的 如果你有信心的话 你看阿罗汉看起来都是特别特别的 这种可爱也好 慈悲也好 各方面的现象也可以 到时候你们讲的时候 我也把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 有些身相一起配在上面 这样也可以对比 相对而言 藏传佛教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可能所见到的 他们的妙号出来的阿罗汉都是非常庄严 大多数都是很年轻的 是这样的 然后按照汉传佛教的这些 包括我们在寺院里面 有些修的树像 唐卡 绘画这些也是很好的 我看到乾隆的仪艇里面 有些阿罗汉穿的衣服也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画画 这个是画画的 也是很好的 不管怎么样 我想阿罗汉 他是印度的一些修行人 他来修的时候 这些都是以印度人的形象来出现的 如果是学藏传佛教的人 他平时的观修 他会以一般藏传的一些生活方式 传作意识 以这样来现实的 如果你是修汉传佛教 他也是可以以这种方式来显现的 我们世间的一个舞蹈者 他也是为了不同的观众 他会表演 更何况说 已经获得了如是无碍的身边神通的话 在我们众生面前实现各种各样 这都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说 那个是真的 那个是假的 到底他树里哪里到底是什么 永远都是好像我们用固执的 有一种执着来 永远都是这样 也并不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他也有压底受盈的 也有灯尺受盈的 也有所法受盈的 一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一百张 一千张不同的受盈 有无数的 也有站着的 也有坐着的 从我们藏传佛教的 世尊广传的一些 无数的画画当中 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方面 希望我们在理解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一种非常包容的心 也有一种清净的心 但是原则上你因为这些事情 千万不要自己 产生各种各样的分别念 我们现在能生起 该生起的这种清净心 很多人都生不起来 不该生起的一些分别念 容易生起 《七宝藏的法界宝藏论》 里面有一个比喻 很多愚痴的人 比如说我们说 心像大海一样 一般愚痴的人 大海是水 大海是蓝色 可能心是蓝色的 心是像水一样的 一种液体 这样的话 这是一种错误 我们讲比喻的时候 如果你想 心的这种本体像大海一样 无边无济 澄清清凉 澄清等等 这样的话它的比喻 每一次的比喻 它的正方面的 一种特点来比喻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永远也是不可能的 任何一个比喻也好 它的这种例子 它的一种案例 它是某一个部分来案例的 但是我们有善根的人 如果一看到这个公案 对它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说我有信心的话 我听到一个故事的时候 整个诸佛菩萨的这种事情 真的是不可思议 让我产生无比的信心 我如果有一个邪见的人 一看到故事 可能是神话吧 是这种说法吧 也像我们《世尊广传》 学习的很多道友 俗后都是不相同的 因为前世可能修得好一点 今生当中对佛教的基础 很不错的这些人 听了以后非常感动 里面的字字句句 对他的相续是有利的 有个别人分别念也重 自己的整个素质 水平都不怎么样的 那些人看了听了以后 这个也不合理 那个也不合理 反而增长烦恼的因 所以每个人的根据和福报都是不相同的 我们希望每一次的公案也好 案例也好 任何的比喻 应该用一种正面来了解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正面来了解的话 即使释迦牟尼佛 或者世间当中的 任何一个智者来到你的面前 他的语言不可能找不到任何的毛病 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世间当中一般从科学界来讲 像爱因斯坦 牛顿 他们都是应该很出名的 但是让他来讲 科学的远离的时候 可能旁边特别有反感 有意见的人 他也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毛病 你这里不对 那里不对 他完全可以能找出毛病 所以说 这是从世间的比喻来也可以说明 因此出世间更不用说 我们有时候 所谓的为什么说佛经里面说 信心很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 所以这是我前面跟大家简单地说一下 十六阿罗汉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我们应该要了解不同的道理 这个很重要的 下面就是说 顶礼今世 庄严佛 观不焉足无论比 以免耳比加佛 作压底因等此因 加持上师 救助师 加持佛法 便兴盛 他这里面一个颂词 后面有两句 加持上师 长久助师 加持佛法 便兴盛 有这么一个 前面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顶礼 赞颂记吧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里面没有 十六个阿罗汉当中没有 首先顶礼非常庄严的 今世的 具有相好圆满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这是我们佛教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身相时而不严 何时看到 我的这个确实有这种感觉 不管是从小的时候也好 现在也好 在任何时候看到 释迦牟尼佛经舍的佛像 就无比的欢喜心 到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世间当中可能人 事物 任何东西都是没办法递 这一点也许是自己的善根 也许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吧 应该说这个佛像无论是在哪里 一看了以后 真的是无比的欢喜 看了以后都是没有这种满足的 那么他的 不管大悲也好 智慧也好 还有能力 能力 度化众生的能力等等 在世间当中确实是无有伦比的 这一点我们并不是自赞自夸 应该说有很多的依据和正义 在其他时候 我也在不同地方 也已经说过 不在这里广说 那么他的整个 释迦牟尼佛的形象是一面二臂 身价佛作的 他的手印 右手作压底手印 我们平时藏传佛教当中 所有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就压底手印 左手的话 作灯次印 作餐顶 灯次印 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佛的身相是无比的庄严 这种庄严 以前在历史上也可以说明 比如说《佛法藏因缘经》 应该多看一下佛像好意的 好不好 不要看我啊 这样的 那个所以 哦 对 不然大家很生气 一下子很庄严的身相就换成了人相 这边是藏传 那边是汉传 乾隆一体里面 每一个以后的两种图像 你们自己详细看 以后我们最好能做成这样 那么我刚才讲的 释迦牟尼佛是非常庄严的身相 我可以讲一下《佛法藏因缘经》里面 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公案 说是在佛教历史上特别伟大的 有个叫做尤波巨多 尤波巨多是无相好佛 非常著名的 大家也知道 他举足三明六通 一切功德皆为圆满 但是佛陀涅盘以后 大概可能接近一百年左右 在那个时候出世的 他自己对佛陀的法身 他佛陀所讲到的心底法 有所证悟 他自己认为佛的法身 他已经见到了 但是他特别伤心 没有见到佛庄严的身相 然后到处去打听 很想谁见过佛陀真正的庄严身相 后来打听到有一位比丘尼 他住世一百二十年 佛在世的时候都是已经在世的 这么一个比丘尼 然后他去找比丘尼的时候 当他进去的时候 在他的门口上有一桶油 一桶油要接近慢慢的 他进去的时候不小心 尤波巨多 他可能唯一不是特别特别的如法吧 他可能跨步比较粗糙 他的衣服就接触到这个油 稍微溢出了一点 他进去以后 他就问比丘尼 听说你是亲自见过佛陀的人 我是没有这个缘分真正见佛陀的 但我很想了解当时佛陀时代的时候 这些出家人的威仪 这个比丘的威仪到底是什么样的 当时比丘尼尼尼告示他 说那个时候应该跟现在完全不相同 哎 那个时候跟完全是不相同的 那么那个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调皮的 不听话的六群比丘 六群比丘当时佛教团体里面 应该他们唯一是不太好的 但是他们也是一般 经常到我这边来的时候 我门口上的这个油 钵鱼里面的这个油 从来都不会接触它 不会移到下面的 那么更何况说 其他比丘的威仪跟他这样讲了 当然他说现在一代不如一代 还算是可以的 我知道了 那个时候确实是 佛陀时代的时候那些出家人的威仪 确实很清净的 所以这一点我等会说吧 然后他提了第二个问题 佛陀的身相怎么样的庄严啊 听说是非常庄严 但具体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给我说明 当时这个比丘尼他说 其实我当时有一次 我刚刚满二十岁 然后我准备嫁出去 在这个时候他说他的头上有一个 金子做成了一种装饰品 叫做金柴 那么金柴不小心可能现在一些城市里面的 女人的一些假头发的那叫什么 铁丝一样的 可能是那种图示吧 那种他不小心掉在草种里面 这个草特别茂密 它怎么造也是找不到 通过灯 通过很多的就没有找到 刚好那个时候佛陀出现 佛陀出现的时候 佛陀在路过的时候 那么佛陀身上的这些金光 闪闪 非常的照眼 耀眼度目 整个照射 而且所有的这些事物 看得清清楚楚 非常的清晰 那这个时候我前面毁了 很大的功夫也找不到 但是那个时候佛陀一路过的时候 以佛陀的光芒 原来我丢失的 在草种里面 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我的图示 后来因为我一次而生起极大的欢喜心 这样一说 当时尤波巨多 他也知道 佛陀是怎么样庄严的 佛陀真正弟子的威仪 是什么样的 所以现在我看 从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 一个确实是佛陀的庄严身相 现在的世间人 任何人都是 没办法比的 有些年轻人 我今天看了一本书 有一个人好像把释迦牟尼佛 看成一般的一个人一样 特别可笑 他就写几个个言 然后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上 什么什么 这里是什么什么 下面写上自己 我是中国人 有写上印度的什么什么 是印度人 然后有写释迦牟尼佛的一句话 释迦牟尼佛 印度人 好像他和另外一个 还有爱因斯坦是英国人 他写真实 好像写也写错了 他说 这样的话 好像现在人认为自己也跟佛陀 跟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跟佛陀相比 都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看看 所谓佛经的内容 说实在的 所以有时候佛陀的功德 不知道的这些人说起来的时候 就经常认为 佛陀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人物 他相当于是现在的一个国家总统 一个特别出名的明星 或者是一个文学家 像鲁巡 或者郭魔肉 像这种人 那这样的话 真正是对佛陀的 如果我们说这些话 你认为这是你们佛教徒 自己自类自夸的话 你可以打开看看《大藏经》 你可以看看佛陀所有的这些经典教法 那是不是他是一般世间的人 一个人跟强体并论 所以有时候佛陀的庄严和威仪 的确也是我们没办法 他这里也是观不厌作 所以现在末法时代的佛教徒 刚才这位老比修理所说的一样 有时候看别人也是这样的 看自己也是这样的 因此无论是出家人 在家人 希望在一方面威仪上 一定要注意 否则我这次出去也有很多 听到一些不太如法的一些 当然一方面是末法时代 这也是正常现象 但另一方面可能有些人的出家 并不是真正的出离心 有一种暂时的一种 可能一种幽畜 逼迫 这样以后出家 然后这个幽畜慢慢慢慢 没有了以后 行为也是已经恢复到原来的庄道 包括有些居士的行为 比较不太很如法的 所以说行为的如法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有些穿着 平时的言语 一切的行为 否则有些人 你穿是穿了出家衣服 但是你的行为 没有学好戒律的时候 那跟释迦人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以后 这些在家人分别念非常重的 他们应该看的功德 比如说一个出家人 本来他堪破完缘 堪破一切 他就租上森林 披上袈裟 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 他不去管 我刚才讲的这个比喻一样 他就非要把他的一句话 他的一个行为不如法的地方 然后把它判为死刑 如何如何不如法 他当时说了这一句话 他看他的眼睛都是咕噜噜噜地转 所以肯定是不如法的 如何如何 他只是看到一滴一滴来 既然这样的话 你们出家人这样的话 那全世界所有的出家人 应该跟他没有什么 因为都是出家人的缘故 所以有些人还是比较盲目的 造业的现象也是有的 一方面当然有些人是他自身的烦恼 和自身的邪见倒着的 这个是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地捉破他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自身的一些行为也好 威仪也好 或者有些言语而导致 让别人的善根毁毁 也有这种情况的 因此不管怎么样 大家在行为上是平时要值得注意 然后这里刚才讲了 我们祈祷顶礼释迦牟尼佛庄严的身相 以释迦牟尼佛为主 释放所有未来过去 现在的这些诸佛菩萨加持 加持什么呢 世间上所有的上师们 对弘法利生真的是有利益的 这些上师们 让他们永远都住在这个世间当中 不要舍弃世间当中 特别盲目 可怜的这些众生 同时也是我们用诚情地祈祷佛陀 佛陀有无量无边的力量 加持 加持什么呢 就是佛的教法 在世间当中没有平端的 各个地方让它形成 其实我们众生共同的发愿 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说实在有时候我们世间当中 表面上看了很多水的力量 或者其他的一些空气的力量 但是真正的心的发愿力是更大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 所有对我们共同学习的人 大家都是发自内心地想 祈祷释迦牟尼佛 祈祷释迦牟尼佛 世间上所有的这些大德们 哪怕是他们住室一个小时 住室一天 法王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 他说 他对某某某老大德 他现在年龄很高了 不一定要住室很长时间 但是这些大德 哪怕是住室一天 也对知己或者见解有无量的众生 有极大的利益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 平时都是要祈祷师尊 让世间当中的这些大德们 要长久住世 要发愿 我们的这种佛法在世间当中 越来越兴盛的时候 众生一定会安宁 众生安宁可以说是 整个世界和平 一切风调雨损都自然而然 形成一个特别美好的教言 所以说我们平时这样的祈祷 极为重要 下面这是第一个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十六阿罗汉》里面的一个阿罗汉都没有讲的话 第一堂歌好像不太好 好像内容很多样 本来我想今天讲五个颂词 顶礼师尊应解脱 诸业底色大雪山 一千三百罗汉 手指向路 即佛成 加持上师救诸师 加持佛法便兴盛 那么这里第一个就是 应解脱罗汉 顶礼圣尊 都是圣者 然后圣者 它是居住在港第四圣山 我们现在恒河和印度河 最上去的就是第四圣山 拉萨稍微上去一点 都是看得到港第四 世界上应该是很高的一座雪山 以前米拉里巴尊者 在那里也都做的 印度很多的婆罗门家 他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圣山 然后很多佛教 也认为是他们的圣山 还有其他宗教的很多人 也认为是他们的圣山 其实这个更多 第四圣山不管怎么样 修行人 摄氏者 居住的特别特别多 他居住在德色雪山 他的眷属有一千三百个阿罗汉 他本身也阿罗汉 有这么多的阿罗汉 其实释迦牟尼佛当时要求这些阿罗汉 居住在世间当中 不要涅槃 因为当时目犍连和有个别的阿罗汉 纷纷涅槃 如果佛陀没有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佛法很快会隐没的 通过他们的加持和威力 在各个地方一直护持住 保护住我们的教法 他是受持香楼和佛尘 其实香楼和佛尘 到了德色山山的时候 非人 野刺 天人等等 他们供养的 这种标志 变成了他们的标志 然后这种标志 谁见到 谁忆念 谁去观想 就都清除自相续当中的五度烦恼 二十个睡眠烦恼等等 而且能获得清净的戒律 芬芳的相 还有获得了真实的一些 开悟的智慧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也就是说 十六阿罗汉当中的第一个尊者 迎接托 他是居住在刚迪斯身上 以前阿底峡尊者 转绕在这里的时候 也是跟阿罗汉有交流的一些故事 阿底峡尊者当时在这里的时候 本来这里有释迦牟尼佛和 还有五百个阿罗汉 留下来的石头上的一些脚印 在他旁边的时候 听到了一些 母纪母嘴的声音 阿底峡尊者也说 这个阿罗汉 也就是说 迎接托尊者迎亲我们 在那里用餐 在那里修行 其实汉传佛教当中 也有很多大德经常见过 这些阿罗汉 也有特别多的故事 尤其是《十六阿罗汉》 阿底峡尊者的故事里面 比较多的 有一次阿底峡尊者要求 想求人亲 他应该是在里面 叫做扎耶巴士 在那里的时候 有一次阿底峡尊者说 今天我们有一个十六位 非常重要的客人要来 让他们要让他的一个弟子 叫做想求人亲 让他一定要做好饭 想求人亲说 我一个人 怎么跟十六个人做饭 我们现在经常 厨房里面有些人也是这样讲 哎呀 我一个人做不完 这些人吃得很多啊 我早上四点钟起来 飘飘飘飘 切 待会八点钟的时候全部来了 我自己都是没有吃到早饭 有些发行人员也是很苦恼的 害怕别人吃得太多了 自己没有吃到饭 当时想求人亲 想求人亲跟阿底峡尊者 其实在有些故事里面他特别听话的 但是当天他说 十六个人要来的话 那我怎么一个人给他们做能忙的过来 那怎么办啊 后来他说 一定要让钟顿巴来帮我做饭 然后阿底峡尊者说 不行 钟顿巴已经出去 请这些尊者去了 没有时间了 你应该还是要做饭 后来他不得不做 自己就开始做 到了中午的时候 钟顿巴引起十六位印度装饰的尊者来了 来了以后 他们一起饮供 一起发愿 阿底峡尊者也是讲了 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 从此之后 阿底峡尊者的一些佛法仪轨和行为当中 每个月的十五号和三十号 这些十六尊者固定性地来这里 应供或者祈祷 有这样的说法 这方面的故事非常多的 在藏传佛教当中 应该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 十六尊者跟阿底峡尊者的一些故事 阿底峡尊者对这个尊者 有特殊的一些因缘吧 其实这个因解脱 实际上我们以前学过一些戒律 《毗奈耶经》当中 专门有一个扎氏 扎氏律当中 它是活生尊者 活里面产生的 这个故事比较长 有没有时间 啊 还有吗 哇 那还没问题 它是怎么讲的呢 《毗奈耶经》当中有 我可能不一定讲得很那个 但是大概地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尊者他的生平是怎么样 佛陀时代是什么样的呢 实际上他是在王舍 刚开始的时候 王舍城有一个长者叫做山贤 他是一个裸体外道的施主 后来他的妻子怀孕以后 当时释迦牟尼佛也是在路过那里的 然后这个长者他随便问了一下 释迦牟尼佛到底他能不能说得很准 然后问他说 我妻子怀里的这个孩子 是男的还是女的 长大以后有什么样的对家庭 有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问了一些 但释迦牟尼佛说 你这个孩子非常好的 他是个男孩 他有无量的光芒 应该说对家人有光耀 有正光的 还有他有无比的财富 福报 他出家以后会获得阿罗汉国位 当时他这样收集而离开了 他离开了以后后来这个长者 因为他本身都是行裸体外道的 他就问了一些裸体外道的那些智者 那么这些智者通过刮铺 像蒜米一样的 通过大刮那样的 他们通过一观察的时候 也是释迦牟尼佛 他们也是有些世间的神通 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些并没有错 他也发现他说的对 但是如果他们也是跟释迦牟尼佛说的一模一样 害怕以后自己的威望有所降低 他说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所谓你们家里的孩子是个男孩 这一点是对的 但后面的这些部分都是假的 这个孩子生了以后对家人不利的 一大火害 不吉祥 你这个家里一定会发生火灾 全部都会烧光的 这样说了以后 家人特别着急 然后他就想办法让妻子吃一些堕胎的药 让他死掉 但是没有死 后来在佛经里面说 让他的身体做一些相当于褪目按摩一样 把如来如去让孩子弄死 但是也没有弄死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那个家人把妻子也是杀了 其实杀完了以后 他就觉得那可能对自己没有什么火害 弄到石头林去了 弄到石头林去的时候 当时佛陀也知道了一些因缘 他带着自己的众弟子一起去那里 那个时候 罗提外德的这些人兴高采烈 非常高兴 觉得我们自己说的已经成功了 可以到时候羞辱世尊 他所属以后 所谓的出家 堕阿罗汉果位 他母亲都死了 孩子也不可能有的 应该到时候就应该说他 非常非常欢喜 到了石头林以后 释迦牟尼佛带着这个 当时好像银剑王 皮波索罗王 他带着一起去 一起去到石头林的时候 当时山县的 他的妻子的尸体进行火化 进行火化的时候 他的身体的所谓的四肢 全部都已经烧完了 最后整个大的肚子没有烧了 然后突然破开 破开以后 变成一朵莲花 然后莲花当中 孩子无有任何的损伤 然后就出现了非常稀奇般的 从凄凉的莲花当中 从火海里面出现了 出现了以后 释迦牟尼佛要求让别人捞出来 然后交给施主他自己 这个时候施主他自己不肯了 因为原来他毕竟是一个 裸体外套的 而且外套的本师就跟他说 这个是不积累的 对假日有害的 然后他虽然是自己的亲生子 但是不愿意接受 他没有肯要 后来佛陀如果他不要 让阴间王来抚养他 这个时候国王问 这个孩子的名字叫什么 佛陀说 他可以因为火里面产生的 他母亲已经死完了 火里面产生的 可以叫火生童子 那么后来好像 后来渐渐地让国王养大 在这个时候 他原来他母亲的哥哥 好像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的叔叔 叔叔还是舅舅吧 应该是舅舅 他听到了他的妹妹的私讯之后 非常的不满 就是说 因为这个善贤已经杀死了自己的妹妹 他说 如果你把这个从国王那里没有拿回来 你没有佛养的话 我可以跟你说 现在的话来讲是大官司吧 你有凡人罪 这个时候 这个善贤最后也是特别害怕 没办法问国王 把这个孩子要回来 这个时候国王也是不敢 如果佛同意的话可以 如果佛没有同意的话 我也不敢给你 后来问了佛陀 佛陀已经同意了 同意之后 善贤他自己慢慢慢慢养大 最后他稍微长大之后 善贤施主自己已经死了 自己死了以后 好像刚才皮波索罗王的儿子 也就是说 卫生愿王 卫生愿王他开始持证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才佛僧童子他的福报 他的家乘 非常日益增上 非常富裕 这个时候 卫生愿王对他产生极大的嫉妒心 要求让他可不可以把他财产的一部分给给他 然后当时卫生本来对财富没有很大的贪执 再加上他未生愿王的父亲跟他的抚养 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样的原因的话 他说 我不需要不但是一般 我所有的财富让未生愿王 你来掌管 然后我什么都不要 像乞丐一样 后来佛僧童子他自己的福报显现 在别的地方又可以从零开始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从零开始 在外面做自己的事业已经成功了 后来未生愿王他没有福报 后来越来越变穷了 佛僧童子他越来越富裕了 在那个时候 未生愿王又再度产生嫉妒心 但是这个时候他亲自没办法要他的财产 开始派一些人 想到于枪 土 各种方法 这个时候佛僧童子本身也是对财物 没有很大的贪执 同时他也感觉到未生愿王这个人 他对自己的父亲都是有杀害的恶心 更何况说对他为了财产 肯定会有各种不好的行为和打算 那么这样以后他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弃 同时他想起来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佛陀对他收集过 将来出家和得阿罗汉的缘分 然后到佛陀那里去出家 紧紧修持之后获得阿罗汉果位 然后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 当时身边很多的比丘问 获胜童子以什么样的因缘呢 他母胎当中都是没有死 货里面产生的 以什么样的因缘呢 他福报那么大 以什么样的因缘呢 他后来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当时佛陀说以前在匹破师佛的时候 有一个长者和国王 为了供养佛陀的赢供 供债 就开始互相争论 互相争论的时候 当时施主已经赢了 国王受了 国王受了的时候 国王心里面不服 然后他下命令所有国家的这些人 不能把木材 禁制木材 他就害怕 如果禁制木材的话 没办法烧火 因为可能他供品方面 没办法控制 只有把下命令 所有国家的木材禁制 在这个时候 长者很有福报 他其实其他的木材已经禁制了 但是他家里有特别珍贵的一些碳香 他用这个碳香来开始做饭 他随便也是讲了 这个国王虽然禁制所有的木材 但是实际上我家里有很多的木材 我可以把国王和国王的母亲都可以杀掉 可以把它烧坏 可以把它分烧的就没有问题 他一边可能就像我们世间人 经常也会说这样吧 把你和你的母亲 我把它全部弄死 杀死等等 他说了这个鳄语 同时对佛陀做了这样的供养 用碳香木烧的食物来进行供养 那么供养的时候佛陀也是非常欢喜 因为碳香木烧的食物特别好吃 我们方便的是用煤烧的 我最近看了一下我们发行人员 很多的这些餐厅去观察 还算是可以的 大多数都比较危险 应该是 虽然不是碳香木烧的 应该是他们用煤炭 用煤气 当时佛陀非常欢喜 当时佛陀发愿那个人发愿 我以这样的供养生生世世财富圆满 最后获得阿罗汉果位 因为这个福宝即生当中财富如是圆满 在火里面也是不会烧死 但是因为当时他恶口骂人说 国王和国王的母亲要用火来燃烧 因为这个恶宝在自己五百世当中 他和他的母亲被火造到焚烧 现在好像最后一次还是什么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讲到这个因果 《百业经》和以前的 《释迦牟尼佛广传》的时候 我们每次都是讲一些因果的故事以后 自己不管是说话也好 做事情 非常有净体感 所以阿罗汉的生平也是这样的 后来佛陀 涅槃之后他就居住在钢地世 当然钢地世有其他的资料里面 什么光鞋山有不同的说法 但这些都不要紧的 因为这些尊者有无边的神通和力量 意思就是说 我们祈祷这位因戒脱尊者 获胜尊者 那么他现在也是在钢地世有无数的眷属 主要的阿罗汉是有这样的 不是阿罗汉的 或者说是其他阿罗汉的 原来有这么多阿罗汉的话 现在可能阿罗汉还要就像我们学院一样 几十年前人多少多少 现在人更多了 所以阿罗汉也许现在更多都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 祈祷这些阿罗汉 释放所有的这些上师们 长久住世 让对唯一利益众生的佛法甘露遍地兴盛 我们不是口头上 从法子内心经常自己默默地忆念 尤其是我们去了一些 比如说圣地或者开大法会 在这个时候自己也内心当中直接这样发愿 那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好吧 我想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间的文化 我们下期间的文化 在这个文化中 下期间的文化 在这个文化中 上前面的人 不关注尽但卖变成的文化 在这个文化中 下期间的文化 在这个文化中 上线的文化中 下期间的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